做生意最重要是有方案 但是人生有它就一定有方向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就永远不变 她的家庭陷入极大的悲痛中 就好像有一把刀插进我的心里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 我好难过 丈夫只能强忍泪水 在她面前假装坚强 当没什么事 但背着她呢 我却哭得非常的厉害 朋友建议她向神祷告 有用吗 神有没有听我祈祷 她在悲痛中问神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家人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为于美国加州南部的洛杉矶 是一个很美丽的海滨城市 温暖 温暖及干燥少雨的气候 让洛杉矶以阳光海滩闻名 洛杉矶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际城市 也是美国华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 正在打扫房间的李梅阿妹 与丈夫李显汉 住在洛杉矶的喜瑞都市 柜子上的奖杯 是他们的小儿子Jeff 在过往的比赛当中获得的 Jeff本身是篮球健将 那么在他在学校里面 也都是水球队的队长 那么他样样都 他读书也很优异 运动也很棒 Jeff是一个算是很聪明的孩子 他三岁左右的时候 我教大儿子成法表的这个时候 我问老大说 三成以三十多少 小儿子已经抢先回答了 我再问他 你试一下 讲出所有三的这个倍数是什么呢 然后他能够说出来 他好想去上学哦 从小在基督家庭长大的Jeff 聪明好学 非常乐于助人 他在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中 几乎拿到满分 苏雅梅希望Jeff在大学修读医科 但是Jeff却选择了护理专业 我心里都觉得好可惜啊 有一次呢 就是一位朋友就对我说 他应该去念一个医科 因为他在我们学校念书这么好 然后他都是几乎都是A 我觉得为什么不去念医科呢 我说我有鼓励过他 不过他不愿意嘛 那这位朋友呢就带他到他工作的医院 因为这位朋友是护士啊 就带他到医院就是观察 就是其他的医生还有护士 我就要把我所有知道的图案给他 我就开始叫Jeff 然后在病房里我带Jeff看 我要让他真正确定他将来走的路 因为我不要他后悔 不要浪费他的时间 结果没想到 我还是没能打动他的心 他还是要走那行 有一天他在我办公室帮忙 我说Jeff啊 阿姨跟你讲你应该去念医生 你不应该念护士 我觉得你这个才艺很可惜 你念得又很好 你会不去念医生 医生又可以赚很多钱 也可以照顾人 你为什么不去念呢 阿姨我不要去念医生 我知道赚很多钱 但是他说我在这一段时间看了护士 我真的看出来护士才是真正一个 很有爱心 也有很有照顾病人的那种能力 不是医生能够做得到 我觉得这就是我要走的 他那时候讲他说 神在我身上有这个 好像有一个叫他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他很爱神 他说不管他是要做什么 都要先求问神 所以他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去宾夕法尼亚大学 他读这个护理还有商学院两个学系 他刚刚读完大学第二年 美国那个时候就面临经济不景气 我曾经被裁员一两次 我也试过一年半载都没工作 他是读两个学系 我看他修二十几个学分 我说GF这样很辛苦的 你不会开心的 你猜他怎么回答我 他说爸爸你没工作 我不想你还要负担我多一年 他说我宁愿自己辛苦一点 我应付得来的 GF果然用了四年的时间 完成了五年的课程 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一个传统 就是即将毕业的学生 会参加费城马拉松赛跑 象征大学学业告一段落 GF参加比赛的那天 刚好是母亲阿妹的生日 那前一天晚上呢 他打电话回来 他说我明天就要跑马拉松了 那么他说我跑完以后 才打电话回来 那么他先预祝妈妈生日快乐 他就是那么好的儿子 那天早上呢 大概是五点钟 他起床要去参加赛跑 东部五点 那就是我们洛杉矶两点 所以他不想吵醒我 他先就是发了短讯给我 就说现在我准备去跑 这个半程马拉松了 祝妈妈生日快乐 爱你的GF 就早上九点多呢 当我们听到电话响 哦我很高兴 我猜呢GF已经跑完了 会对我讲这个生日快乐 不过原来不是 是他的好朋友 他的同房 他打过来 他说GF现在情况为代 我们挂断电话那一刻呢 我和险汉还有大儿子Messio 就跪在这里祈祷 求神保佑他 没想到我们刚刚祷告完 就有电话来 那位医生说呢 李先生 我说我是 他说 我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 GF已经去世了 当我听到从险汉口中 复述 去世了 这几个字呢 让我完全失控了 我马上呢 拿起另外一个电话机 我求他 医生啊 求你尽你的能力 把他救活回来 我对医生呢 讲了很多话 这位医生人很好 他一直听着 后来医生呢 就对我说 他说 医疗人员已经抢救了 就是超过一个小时啊 所以真的很遗憾 就是这样啊 讲完了这通电话呢 再一次 我和险汉还有Messio 跪在这里 我们向 我们向 神祈祷 我们用了约翰福音十一章 向主耶稣祈祷 我说主啊 当天你怎么样 叫拉萨鲁走出坟墓来 我求你也叫 Jeff复生 因为 他的确很年轻 我说 如果你愿意 一定会成就 不过 后来呢 我一直等 一直等 但是神的决定 是把Jeff留在 他的身边 没问过 有多少心说 我接受 没后悔 让你捉紧这双手 但我身身身已卷透 孤单 他还差六个月就毕业了 他毕业的时候呢 就是以好高分数毕业 我真的想不到 他就这样离开了 我真的好舍不得 我觉得 自己 自己 就是被带到一个好高分的地方 从那个地方被推下来 跌得好重 真的呢 就像有一把刀插到我心里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 我好难过 在那个时候呢 我只是想去找回他 唯一有的念头 就是去找他 不过能怎么找到他 我找不到 因为觉得 就是 自己 没有这个能力啊 Jeff的过世 让险汉全家 突然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中 事发当晚 他们前往费城 处理Jeff的身后事 20号当晚呢 已经有一个 这个追悼会 我们没有参加 因为我们在飞机上 最初呢 以为只有几十个人出席 他们的那个小房间呢 一直排到外面 排得水泄不通 那么第二天呢 大学呢 有另外一个追悼会啊 找到全校最大的礼堂 可以容纳六百个人 就在那里进行 当我到达那个场地的时候 我真的 好 好惊讶 好多人哦 已经好多人在那里 人山人海 都挤在那个会场里头 起码超过一千人 我没有想到 有那么多人会出席这个追悼会 那么 波顿商业学院的校长呢 他说啊 我从来不去教会 是因为这个年轻人的作为啊 他他感化了我 让我去教会 接下来呢 就有教授说啊 我不知道 谢谢你 让他在学业上 保持非常优异的成绩 仍然有时间帮助其他人 又可以参加好多的活动 又有一位同学说 就是有一天晚上 他说Jeff你能不能帮我 问习我的功课呢 让我明天有信心去考试 Jeff就陪他到凌晨大约一两点 当这位朋友很开心 很有信心 觉得明天可以应付这个考试 Jeff说现在轮到我了 我要问习我的功课了 他说你还没做 他说没有 现在我要问习了 很多人都站出来 在那里发表讲话 说Jeff要怎样帮助他 借着这一群人出来 说说这个Jeff的生命 就为我带来 在痛苦当中 却有安慰 知道Jeff是如此一位 那么有爱心 那么愿意去帮助他人的 这个年轻人 想看全家回到洛杉矶 喜瑞都市之后 Jeff生前所读的惠特尼高中 也为他举办了追悼会 因为Jeff过往的杰出表现 喜瑞都市的市长也出席了 经过一连串的忙碌之后呢 当我静下来 我就不行了 我真的 就是想要 跟他一起离开 我觉得 我的生命真的好像没有意义了 我知道我太太很痛苦 如果我在她面前哭 她会更难过 那么我在她的面前 假装坚强 装着没事 但背着她呢 我却哭得很厉害啊 一家高科技公司 给我一份工作 我要到圣地牙哥 我单程要开车 七十到八十英里路啊 上班的日子 我不敢住在那里 我就是怕呢 怕我 怕我太太呢 想不开啊 怕晚上回来啊 我连 我连太太都没了 那个时候呢 我经常 对我这个大儿子说呢 你要看好妈妈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 我不想连太太也失去 我每一次开车 经过一条街 叫做Jeffrey Road 我一看到Jeffrey Road 我就会按捺不住 我哭得很厉害 有很多教会朋友 都为我祈祷 不过我真的不懂 怎么样去祈祷 因为我觉得 有用吗 神有没有听我祈祷 我曾经经常问神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是我的家人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我也曾经对神说 我说 如果你真要带着我们 其中一个 我宁愿你把我带走 因为他的前途无量 很多人叫我去 这个聚会啊 去那个聚会啊 我都没有心情 不去了 不去了 我还能够去教会啊 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那在人看来 真的是想不通啊 甚至连基督徒 也都想不通 因为这么爱主的基督徒 孩子那么听话 他又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 为什么神突然把他接走啊 所以是很难走出来啊 我就问上帝 我说为什么 神就给我一个 一个突然一个感应 就说 他说 他该做的都都做了 该跑都跑 我为什么不让他回来呢 我就到妹 敲他家的门 我就跟他讲这句话 我再说回来啊 在大学举行的 第二个追悼会 就是21号 有一位教授就说呢 他不是普通人哦 他来这个世上 是有使命要做 他完成了使命就要走 在那个时候 神已经给了我答案 不过那个时候 我不懂怎么样 去接收这个答案啊 当显汉和李梅 现在悲痛的幽谷中 无法自拔时 教会的牧师 就建议他们参加一个 名为 如何走出幽谷的活动 我最记得啊 他们刚来的时候啊 李梅啊 一讲话就大哭 还没有讲什么 就哭得很凄凉啊 就这样 他们给我机会啊 可以讲出我的伤痛啊 而且呢 也看到其他人的这个经历 大家彼此鼓励啊 还有互相安慰啊 但是啊 也都啊 看到他慢慢啊 能够啊 体会到啊 儿女啊 是神赐的 是管家 到啊 某一个时候呢 真的要放手啊 教会给主人了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 我只有这样想 也有一句在提摩太后书啊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现在是要享受在神的身边 我觉得这几句经文呢 能够安慰我 神借着圣经 马太福音就对我说了好多话 有一次在学习圣经的功课中呢 就是有一个问题是 你是不是认为 神给你的功课太难了 当我一看到这句话 我心里回答说 神啊 的确是太难了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 圣经就写着说 神的恩典 在软弱人的身上 显得更加完全 所以啊 我就回答说 神啊 我真的相复 我相复在 在你的脚下 求你 赐下恩典 带领我走每一天的道路 我已经不知道 怎么样去面对 李梅求神带领 走每天的道路 这时她遇到一位 又相同经历的牧者 我是在1961年 离开上海 来到澳门啊 当时我还未信主啊 澳门呢有一间学校啊 我们在那里读书 那时候啊 有一位牧师啊 带着我们 全校啊 去旅游 没想到去游泳的那一天呢 我弟弟是育腻身亡了 我弟弟也都很爱主的 他也参加师班呢 还有很多的活动啊 很多事情我是想不通的 但是呢 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呢 现在回头看 我弟弟这一件事啊 神把他接走以后 影响了我们全家呀 影响我哥哥当牧师 我也做了牧师 现在全家都信主 都是因为这件事 所以呢 我从这方面去开导他 大家呢 都有相同的经历 我和周牧师聊天 觉得好舒服 我就问周牧师 很多问题啊 周牧师说 神把我们 放在世上 就是有他的计划 当Jeff完成了 他就 就走了 他回到 神的身边 神在我身上呢 也有他的计划 所以我们一直都要 去完成 神 给我们的计划 神也给显汉夫妇 更多的子女 去安慰他们 在Jeff的追思会上 Jeff的四位同学 来到显汉和李梅的面前 这四位呢 就来对我说啊 你可不可以 收我们 做你的干儿女呢 当时呢 我都好惊讶 我 我不知道怎么样 去回答他们 然后他说 因为啊 Jeff已经不在了 我很想代替啊 Jeff来照顾你们 当他讲这句话 我太感动了 我 我 只能接受啊 就有他们四位 一直照顾我们 有一位干女儿 很难得啊 最初的两年呢 每个周末 风雨不改 打电话来安慰我们 来跟我们聊天 他直接叫我们 妈妈爸爸 就这样 就是陪着我 走过这段路 到后来呢 过了两年呢 我们都觉得 好过了一点啊 那么我对他说 你也很忙啊 如果你没空 不用每个星期 打电话来 那么他也尽量 一个月抽空一两次 打电话来 跟我们聊天 我的几个干儿女呢 每一年的 这个情人节呢 就是2月14号 都会计划过来 给我太太 这真的很难 很难得 我觉得 生孩子很眷顾 眷顾他们 然后现在 double blessing他们 神还使用 Jeff许多朋友的来信 安慰 鼓励 险汉和李梅 李梅非常重视 这些信件 我打算呢 就是用电脑 做一份剪贴簿 让我能够 看看他的朋友 怎么样讲述他 后来呢 当我和几个朋友 讲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呢 有几位好姐妹 就对我说 Jeff能活出一个 这么精彩的生命 为什么你不分享出去呢 他跟我讲 要准备写一个东西 我觉得很好啊 然后他就开始 就开始在写他的这个东西 后来他就给了我 一本书 我英文的 我也看了 他是从家里 打电话过来 他说 哎妹 这本书好好哦 你能不能翻译成为中文了 但是他讲 那怎么做法 然后我就讲好 这个project就给我吧 所以我就请了几个教授 把这本书翻译成功中文了 那两本书啊 真的是很特别的恩典啊 从未试过执笔的一对夫妇 竟然能够出版两本书 这是非常不简单的 险害于里梅写书纪念Jeff 而他们的四个干儿女 就向宾夕发尿大学 申请成立Jeff纪念基金 学校说 一定可以 不过你们要先筹款 七万五千块啊 学校呢 就会对等捐七万五千块钱进去 成为一个十五万的基金 当我出版这本书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说 为什么 你不用这本书去筹款会比较容易啊 就这样 神再一次给我机会啊 用这本书去筹款 我们去了很多的教会 讲了很多的见证 也筹集到了一些款 他们啊 经历到神的信使 神啊怎么样预备啊 用他的书来筹募这笔钱 现在呢 已经啊 建立了 真的能够继承 Jeff的心意啊 去帮学校的人 他们不单能够啊 踏出他们自己的伤痛啊 也能够在忧伤的人的生命中啊 给他们鼓励啊 献汉夫妇学习像Jeff那样 努力地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 这样做也让他们更容易走出伤痛 他们家现在我感觉到相当positive 那整个人呢是有神的平安和喜乐啊 你能够感受到他们真的是走出来了 你要一心伤伤 眼泪永不会白流 你有伤他不会渴兴 上帝应许的永不会动摇 亚山应与你面前 感谢神借着Jeff的离世啊 给我一个机会更加认识他 更加去爱神啊 真的是好痛苦的经历 我真的不想要 不过呢 如果这是神的计划 我没办法 我要去顺服啊 神呢令我感到人生无常啊 任何事情呢都不要看得太重啊 最重要的是以神为守卫 我的小儿子说过一句话 以神为守 所有人其次 自己最后 我自己未必做得到 但我现在呢 也尽量向这个目标去做 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 这位帮助显汉余里梅 走出心灵忧伤的耶稣基督 欢迎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入恩与之声的网页 和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跟你分享 基督信仰 愿神赐福你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到将来仍然可 找着好结果 莫再悲伤受未双手 若有一人人全一生也没错 精彩故事定有空谱 绝境内坚信一切尚主附作 福同中心 齐心协力